如果你正在考慮要不要買果炭 請先把這部影片看完再做決定 因為我將告訴你三個 讓我後悔買果炭的理由 以及用九折 也就是大概便宜270R的方式 購買到果炭 大家好我是阿咪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其實我已經想買果炭很久了 直到上週我看到了路人的這支影片 我才決定要購買 不外乎就是覺得 拿果炭找果的感覺好像很爽 而且不用花錢就可以拿到果實 還可以像其他實況主一樣 拍個果炭特輯之類的 怎麼想都覺得穩賺不賠 然而實際購買後才發現 完全跟想像中的感覺不一樣 三個字 超級失望 而下面的三個理由 就是我不太推薦購買果炭的原因 第一個 觸發機制太爛 我覺得這個是最最最最最最主要的原因 目前的果炭觸發機制 它是在水果生成之前 玩家就必須待在伺服器裡面 果炭才會觸發 也就是說什麼 它並不能幫你找到目前在遊戲中已經生成的其他果實 你只能找到在進入伺服器之後才生成的果實 那這樣就整個翻車啦 第二點 實際效益太低 那接著上一點的原因來講 果炭只能找到進入伺服器之後才生成的果實嘛 那也就意味著說 我只能每個小時找一顆果實 因為目前的機制就是 每個小時它會生成一顆野生的果實 而我自己實際測試了好幾次啊 先說我是在別人的伺服測試的 幾乎幾乎每一次 我都是在進入伺服器後的一個小時 我才收到水果通知的 也就是說它果實的生成的計算時間 很有可能是在我進入伺服器之後才去計算 所以你也不能下線之後 大概去計算你什麼時間要再上去等果實通知 你只能一直待在伺服器裡面 等下一個果實通知 等到他媽天荒地老 但這個推測還有在驗證 因為我沒有什麼耐心 只測試了大概五次不到 可是不管怎麼樣 還是不能掩蓋它目前 果炭設計的非常爛的事實 你想想喔 買果炭的人不外乎就是想要享受找果實的樂趣嘛 你把它設計成這個樣子 講難聽一點 那跟果實商人抽果有什麼不同 就只是變成一個小時多一次嘛 而且我還得掛在遊戲裡面耶 根本是強迫做啦好不好 我還不如自己去尋找果實的那個生成點還比較快啊 而且還比較有樂趣 第三點 價格太高 可能有些人會想說 在買果之前不就爬文的時候不就知道了 自己不做功課怪誰 這個我就不同意啦 果炭這個東西它不是27啊 也不是270啊 是他媽的2700啊 何況有很多的玩家都是學生耶 你難道沒有義務把機制寫清楚嗎 就寫了一句 當你的伺服器中出現果實時提醒你 而且顯示它離的有多遠 正常的消費者再怎樣都不會知道有這麼難用好嗎 真的是 氣氣氣氣氣耶 這種敗壞的風氣啊 就是這種心態養成 什麼心態 你想想喔 作者在弄這個商品的時候他自己沒有測試過嗎 他有嘛 一定知道實際用起來是怎麼樣嘛 他也很清楚這個很難用嘛 那怎麼辦 我想搭賺一筆啊 好啊 那我就講得簡單一點 實際的運作機制我都不要講啊 這樣你才會買啊 我不知道啦有多少人跟我一樣 買完之後有這麼失望 但我知道的是我再也不會相信這個遊戲啦 以後我在blast food裡面買東西的話 我一定會先去攻略網爬文或看別人的影片分享 其實我不想這樣的原因就是因為會失去一些驚喜跟樂趣啊 但是這次的結果真的讓我太不爽了 好那回到價格的部分 你看2700啊我們可以買什麼 加個300或者是1300 你都可以買到遊戲中 好用或者是 熱門的永久果實了 或者是花2000是買個永久糯 還找你300塊啊 你想方便一點買個永久傳送門 也還剩700塊啊 永久糯這麼好用的果實 二海之後必買 也才1650啊 你這憤鬧不行的設計還要賣2700 不合理吧 完全不合理啊 完全沒有體現它2700該有的價值 你等於是花2700 買了一個 每小時多一次的抽果機會 大概這個概念啦 而且你還要掛在線上 那各位告訴我 這樣都不能讓你失望 那怎樣才能讓你失望啊 好那罵歸罵 還是要教一下大家怎麼在購買 ROBLOX的東西的時候 拿到回扣啊 先說啊這個方法呢 我是100%參考 路人的影片啊 頂多就是我的界面是中文版的 然後還有提供一個小問題的解決辦法 所以教學的部分歡迎在跳回路人的影片去看啊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比較懶的話 就接著看下去吧 好那首先呢 我們先點到群組啊 然後點建立群組 隨便打一個米花二群 標誌的部分隨便上傳一張圖片 好上傳好之後呢 然後就用100啊 創立這個群組啊 那因為這邊我已經有群組了 所以我就不再創了 接下來我們要去Chrome的市集裡面啊 搜尋Role Saver 就是這個 那如果你染了自己找的話呢 我也會放在資訊欄連結啊 進去之後呢 我們點選加到Chrome 然後新增擴充功能 那跳出這個就代表安裝好了 接著我們回到這個頁面下方 這邊看不懂啊 所以我右鍵把它翻譯成中文 這邊可以看到第二點 它說要去這個遊戲裡面編輯它 所以我們把這個遊戲網址複製下來 複製下來後呢 我們開一個新的分頁把它貼上了 那到這個遊戲頁面之後呢 我們就點這個名稱的右上方有三個點點點 然後點這個在studio中編輯 這邊選開啟studio 這邊就給它安裝一下 然後這看起來是更新的東西啊 我們先不用理它直接按清楚 接下來我們到左上角檔案這邊 按這個 發佈到ROBLOX 創作者的話呢 我們這邊要選剛剛創立的那個群組啊 看各位是取什麼名字啊 然後把團隊創作的部分關掉 接下來選擇創作 好那這邊就發佈成功啦 點擊關閉 接下來我們要到遊戲設定 就是這個齒輪這邊 然後點這個安全性 把這個四個選項全部都打開啊 好儲存 想這邊設定就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ROBLOX Studio給關掉 接下來我們回到群組啊 然後點擊商店 這邊有一個創作或管理群組道具 點下去 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創立的遊戲啦 然後右上角三個點點點我們直接點這個 在ROBLOX中查看 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確認這是我們創作的遊戲了嘛 有沒有剛剛的時間嘛 那我們就點上面網址這邊 然後GAMES後面不是有一條 數字嗎 我們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完之後呢 我們要開啟我們剛剛裝的那個擴充的 ROAD SAVER 如果他沒有顯示在這邊的話 你點拼圖 然後應該可以看到他在這邊啦 然後把這個釘子給點一下 變成藍色的 他就會顯示在這邊啦 好那我們就點ROAD SAVER 接著他就會出現一個欄位可以輸入 然後把剛剛內穿代碼給貼上 按儲存 他這邊就會跳出那個已經成功啦 接著我們隨便去市集看一下 那我們隨便點一個啊 例如這個 傷心便便兼寵物 有沒有這邊是不是就看到他有一個6啦 這個6呢就代表說你花15R之後 這6 會返回到你的群組啊 也就是說你大概可以用6折購買到這個商品啊 操作的話呢就這邊點擊購買 然後選擇這個SAVE 總之就是綠色的這個按鈕 點下去 然後他會自動跳到你剛剛創建的遊戲啊 接著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跟我一樣卡在這個 登入的畫面啊 那後來找到了解決辦法 如果各位也進不去的話呢 可以接著跟我操作看看 我們先關掉遊戲 那我們回到剛剛那個群組的作品那邊啊 點這個遊戲的這個在studio中編輯 就是回去給他更改一下設定 進來之後呢 我們一樣點到遊戲設定 然後點到權限這邊 我們把這權限從私人改成公開啊 儲存 儲存之後關閉 好那現在我們再來試一次 OK這次我們就順利進來啦 進來之後他直接跳出你剛剛購買的那個道具的視窗啊 我們直接點這個15啊 啊不用擔心啊 點下去 這邊就顯示成功購買 然後退出遊戲 那剛剛說了剛剛那個 省下來的金額會回到群組那邊啊 所以我們去群組查看 點群組的右上角這三個點點點 點設定群組 然後點到收付這邊 有沒有這邊有看到了吧 6塊錢的剛剛省下來的費用啊 他會退到群組裡的代儲裡這邊啊 那等審核過了之後呢 他就會回到你的群組資金啊 這個方法呢 一樣可以用來購買通行證啊 比如說這個 兩倍掉落機率啊 我們不要點購買 我們直接點他這個圖案 點進去之後呢 欸就會看到啦 35啊 大概是10%的回扣 點這個購買 就跟剛剛一樣的步驟啦 你各位看看啊 2700塊的果炭啊 我們可以省270塊 也就是說這2700啊 我們大概可以拿到10% 也就是270回來啊 有夠划算的啊各位 好啦 那我們就買下去吧 雖然還是很貴啊 OK 果炭 啟動 OK那我們趕緊要進到 Balast Fruit裡面來看一下吧 那優於呢我們剛買完果炭了 所以呢要當有新的果汁生成的時候 我們才會看到通知啊 那我們就等一下吧 喔我們的第一個果汁通知出來啦 1000多公尺耶有點遠 好第一個我們先開 鳳凰果汁飛過去吧 給這個鳳凰果汁一點機會啊 開一下加速 搞什麼鬼啊 給我飛到一半出bug耶 純心想溺死我是不是 害我只能瘋狂的按Q衝刺啊 我的天 媽呀我這樣撐不住啦 真的是很搞笑耶 好啦快到了快到了 是什麼果汁呢 煙霧果汁啊 煙霧果汁啊 沒什麼感想啊 算爛的但是也沒爛到幾隻 鮪魚 還解鎖了一個稱號啊 第二顆200多公尺啊 那一定就在這座島上了啊 什麼鬼地方啊 庫屋啊還掉下來 有了這什麼 岩漿果汁 還不錯啦 雖然不是百萬果啊 鮪魚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麻煩請幫我按喜歡加訂閱 也歡迎大家留言給我 每一則留言我都會看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